哈嘍 大家好 我是緣 那這部影片是我在直播的時候啊 用尤真跟尼奧打無產的過程 但因為不是所有人都會跟到直播嘛 那我就把它出成一部影片 給沒有跟直播的人參考齁 那我個人打完之後的感想呢 是比正攻簡單啦 因為在我用這隊之前 我有用正攻打過一次 然後再用友情打過一次 我個人是覺得體感難度真的是差蠻多的 好 那這隊呢 除了尼奧跟尤真之外呢 還有相當關鍵的果實 就是小小治癒 那基本上我是建議你全隊都要有 如果你要玩這隊的話 建議全隊都要有 所以你要找一個有小小治癒的尤真 或尼奧好友 好 那我起初覺得 那個小小治癒可能應該蠻沒料的 因為小怪都打很痛嘛 對不對 然後想說 回那一千五百的也救不了多少 但是後來發現說 欸 小怪跟王的攻擊不是每回合都有 然後也不會每次都打所有人 那這樣子小小治癒就會是一個還不錯的自救手段 那尤其是這一關啊 雖然可以靠因應補血 但是呢 因應每一關就只有兩隻 那 因應殺完就代表你就再也不能補血了 那這也是這一關的難點之一 所以如果你有小小治癒作為一個自救手段的話 不管你是用正攻 還是用尼奧去打 都是有不錯的效果 好 那基本上用這一隊的話 王關錢都非常簡單 你只要 一直拉環 一直拉環 嘿 你就不要管 你就不要想 完全不要想任何事情 你就一直撞友情 一直撞友情 一直撞友情就好 好 那這邊尼奧 轉尼奧加速 OK 好 那你現在可以看到 我們2P跟4P雖然原本就被打死了 但是因為有小小治癒 所以他們又被救活了 那這邊還要注意的一點是 小小治癒啊 雖然會回血 但是回血的那一回合還不會 還是會在幽靈狀態 那在幽靈狀態的時候就還是不會有友情 要等下一回合友情才會生效 但是不管怎麼樣 能自救總是好事 好 那第二關呢 你要優先做的事情就是把殭屍解決掉 你沒有解決掉殭屍就會把其他怪全部都復活 那我們就拉一拉友情 那假如說你能清完殭屍的話 那下一步就是清完黃鬼 那當然你用這隊的話 黃鬼應該會比殭屍先死 因為黃鬼是光鼠嘛 對 屬性優勢 黃鬼會比較快死 這邊殭屍解決掉 那其他隻就沒什麼威脅 你只要繼續撞友情 然後當然注意一下啦 那個 黃鬼跟那個暗鬼啊 底下他們都有白爆 底下的CD都是白爆 OK 那第二關就結束 好 第三關 那第三關呢 一樣 先解決殭屍 那剩下小怪隨緣清 解決殭屍就是不斷的撞友情啦 然後其他小怪就是 呃 就這樣清 然後 那個硬硬就不用管他 好 隨便撞 打把他打死就把他打死了 反正 我們現在可以自救啦 根本就不需要這個硬硬去幫忙 好 這邊 繼續撞友情 OK 好 這邊 繼續拉環 那有的人可能會談到有一些 比方說拷貝角啊 或者是 比方說我沒有尤珍該怎麼辦 那尼奧是一定要有的 但是沒有尤珍的話還能用誰呢 那基本上尤珍是最好的選擇啦 因為他有加速嘛 然後他自己SS也還行 然後又有這個超速度型 拉尼奧的環本身也簡單 對 基本上尤珍就是最好的選擇了 那假如說你沒有尤珍的話 你可以考慮其他人 比方說 阿薩阿法 或者是華生 那當然華生建議超平衡啦 都是會有不錯的表現的 那假如說你要帶爆炸角的話呢 也可以考慮比方說 惡魔龐克煉獄啊 他有這個友情提升 然後又有爆炸 然後又有加速 然後龐克煉獄自己本身也有殺手 我相信應該會是不錯的選擇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比方說 這個誰呢 這個雷葉阿法 雷葉阿法本身有這個加速 然後也有爆炸 然後SS又是壁咚 他自己本身就蠻能打的 然後再搭配尼奧 一起用說不定也會有不錯的效果 大家都可以去試試看 OK 好那這邊 我們就繼續撞友情 好那王一正常打的話 傷害應該都還算夠 只要沒有發生什麼意外的話 那這邊 呃 就 這樣子 好 那這邊你要開SS 有SS就開 好 這邊我們小角度往上 這樣子應該可以打出不錯的輸出 OKOK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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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好 好 還行 好 然後 呃 這邊 這樣 看能不能卡進去 稍微打一點血量 OK 雖然卡進去了啦 但沒多少傷害 好 多少打一點 那這邊 我們就 撞一支 油枕跟尼奧好了 我們就這樣 對 好 然後 撞 撞 好 加速 再加速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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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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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差一點血 沒關係 他等一下再走 好 這邊 直接把他帶走 OK 王一結束 好 王二 那王二這邊呢 會稍微麻煩一點 因為很多怪會擋住你的這個撞友情的路線 所以如果 你 你要有SS呢 盡量 不要神 就直接開就對了 那尤真呢 嗯 我覺得見仁見智拉 如果你是受神的尤真可以在這邊開 那受改的尤真我會建議你 可以考慮尾王再開 那當然最好是 我覺得都尾王開比較好啦 嘿 因為我覺得尾王其實也沒有很簡單 所以 你如果可以把尤真的SS 都留到尾王的話呢 那我相信 應該是很有勝算的 好那這邊呢 我們有SS了 而且還是二階吼 這很重要 好 那我們這邊就開 我想 因為下 左下還有一隻硬硬 所以我想避免 碰到他 OK OK 有 有 有有有 有 有有 有沒有 有有有 OK 好那這邊我們就繼續撞 failure in 那我們先把四匹尤真救回來 嘿 因為等一下我們尼崖還有還能再開 よしよし 先把四匹尤真救回來 這樣子我們等一下才可以 esto 再多撞一隻拷貝 好這邊開SS 繼續 再打一波 這樣應該就很夠了 好好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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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連續打了兩波之後呢 王血量已經不多了 那我們這邊就 先不要開SS 應該說也開不了SS啦 好 那我們就直接 撞尿的友情 然後把王帶走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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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結束 好 尾王 那尾王的話呢 我們這邊就一樣先撞友情 因為我們都還沒有SS嘛 好 就像這樣子 那這邊雖然 弱點在那邊真的很誘人 但我還是決定繼續撞友情 因為用友情清怪 把怪清一清也蠻重要的 好 這邊繼續撞友情 好 這邊繼續撞友情 OK 那因為這邊呢 我預計我2P要開到SS 所以呢 我這邊決定 呃 就是留在王旁邊 我要讓4P留在王旁邊 一直接王的傳染屋 好 總之離王最近就對了 好 那這邊我們還是繼續開SS 但是稍微要祈禱一下啦 因為就是 我們還是希望友情要離王最近 因為 呃 我不希望你要被傳染物搞到 雖然這隻還有護照 但是另外一隻3P已經沒有了 欸 所以 保險起見還是不要卡 還是讓友情離最近 OK 好 那這邊2P 1級SS我們開下去 好 有反擊殺齁 那我這邊呢 決定卡王的頭 稍微多打一點輸出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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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這樣的輸出已經算不錯了啦 好 接下來再踢下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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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概打了1%左右 那啦血量生不多了 我們尼熬 還有 SS 然後底下還有一雙血 所以我們就開吧 應該就結束了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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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來吧 來吧來吧 OK 好 就結束了 喜欢这部影片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 我是渊大家 拜拜